今天很難得 我們請到韓國瑜跟侯友宜兩位參選 一位是高雄市長參選 也是新北市長參選 同框 這很難得 其實你們同框過 但是基本上在媒體上是第一次同框 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那 這個媒體上是第一次同框 在媒體上大家都稱為叫做 北神探侯友宜 南菜飯 韓國瑜 我在想說同框 雖然在媒體上大家討論了 你們有沒有想過未來高雄跟新北市 有沒有什麼可以合作的地方 我覺得很多合作的機會 像如果侯副市長 新北市長的話 我們有機會服務高雄的話 農漁產品就可以合作 光光一日遊五日遊八日遊都可以連線 再來高雄子弟在新北北漂的非常多 北漂很多在新北 不管他住房的照顧 還有這個整個安全也好 居住也好 心靈上的也好 還有過年過節的交通載體 要回家 新北都可以提供大量協助 在過去都沒有提到北漂這一塊 這次這個議題炒熱了 所以侯友宜市長也會 為了這個我們也討論過 他非常重視北漂在新北服務的 我相信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所以工業產品 農業產品 觀光圈以及青少年的照顧 我相信這方面都有連結的機會 你說北漂大概有三五十萬 我認為第一不會少於三十 最少三十萬到五十萬之間 所以在新北大概起碼最少五萬 最多十幾二十萬都有可能 新北市本來就是出外人的第二故鄉 中南部來的特別多 所以很多用我同樣一個語言 都在溝通 很閩南化的東西很多 那剛剛國瑜講的 其實我第一次六月一號去國瑜那邊 高雄的時候就跟他談過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樣經濟 大家合作 怎麼樣來協助 不管是在就學就業 甚至在很多創造兩個城市的經濟的體系上 能夠並肩作戰 所以他剛剛講的龍魚產品 可以來我們新北市 那新北市很多的觀光資源 他也可以來 那相對還有很多的產業 我們這些產業裡面 我們新北市的很多的科技產業 其實也可以跟高雄一起 大家合作來討論 其實很多北部的廠商 其實他在南部是有設有據點的 所以上次我也去過好幾個 這種比較電競跟電商的這個通路的 都在新北 但是也高雄有關係 那其實我們都可以合作 所以不是只有 台湾就這麼小的地方 那麼小 所以沒有婚禮跟我 我剛剛講說北神探南菜飯 侯富士長曾經講過說 還好好險不是北平頭南禿頭 我說你又平頭 我說還好還好 不過也不錯 因為國語兄禿頭也打出名號來 你看他禿頭又亮又光 你看他禿頭 好 那麼就是說這次你們兩個 等於是把藍軍的氣勢整個拉抬起來 怎麼看 就是剩下24天 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子 兩個大家都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比如說以新北來講 蘇智商其實並不是一個弱的候選 蘇智商是一個很強的候選 民進黨推他也是一隻三顧茅庐請他出來 請他出來 但是我們等等會講 民調跟你一直差很遠 原來好像你懷抱的孫悟空 大鬧天宮的心情去 本來落後很多 怎麼到今天突然就翻轉過來 到今天這個你沒想過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你先講你覺得呢 我覺得我在高雄來講 從落後30%到現在打為五五波 我必須要很誠實地說 不是韓國瑜多厲害 是民怨已經沸騰了 第二個 高雄市民這幾十年 就像孫悟空被壓在五指三腳下 一個咒語把它貼住了 這個咒是什麼 這個咒把高雄思想卡住了 今天把這個咒一掀開來 原來民主政治最寶貴的是人民做主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哪一個政黨 幫人民安居樂業就繼續執政 做不到這四個字請你下台 這個對高雄來講是非常重要 否則我哪有這個本事 所以因此我現在拉到五五波 所以因此我現在拉到五五波 是民進黨太低估了 高雄人的覺醒 他還在以為 國民黨跟民進黨在高雄在鬥 不對的 這一次二十年執政的民進黨 跟廣大高雄市民在選舉了 不耐煩受不了 趕苦人 夠把鬥就夠了 這是受不了的 他會提出他的憤怒跟他的投票 所以民進黨到現在還在錯估 韓國瑜沒有那麼厲害 是民怨沸騰的 那欣北呢 很簡單很清楚 其實台灣現在民眾 對政治是厭惡的 對難以對抗 分得太清楚 而且每次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都是在口水戰 都是用奧波猛黑 那每一個人的候選人 都會被檢驗細語過去 那我韓友宜三十八年來就很單純嘛 我們就好好的做好一件事情 那不喜歡的這種政治的一個對立 其實台灣很小 台灣圍著腳 台灣沒有分顏色的 沒有分你我 是哪一個綠 台灣只有一個顏色 就國家顏色 中華民國 就國家顏色 其實台灣是要團結的 那大家對這種難力的惡度 包括對奧波猛黑 大家都是非常刺刺於皮 胡友宜 我一直覺得說 我出來選舉很簡單 就是非對錯 就像我當警察一樣 看到壞人就說 乾脆人要跟他鬥三公子 我用這個單純的力量 向前驚嘛 所以對手怎麼樣 很會攻擊 會怎麼樣 我大概我都覺得說 我就用正向的力量來選舉嘛 所以這一波打下來的時候 我還是很務實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希望 我們台灣是要團結 那團結不要因為這種 嫌棘的奧波 不要因為這種 惡意的衝突 撕裂的情感 這才是我們不願樂見的 是 因為你們兩個其實 其實帶來的 我認為 在政治上的衝擊是很大 那你們自己有沒有想過說 你們當選 他的意義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如果當選高雄市長 你覺得意義在哪裡 我覺得郝瑋瑜副市長 剛剛講的很重要 可是 那只是生日蛋糕在許願 沒有辦法達到 就是我們希望一場乾淨的選舉 不要奧波 這是生日蛋糕在許願 希望世界人類和平 一樣的 我們已經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論述 希望能夠做一個台灣民主政治的典範 希望乾淨不抹黑 這麼長的時間 沒有批判對手一句話 但是我們被每一天一黑 再來每一天兩黑 每一天三黑 最後每一天 每一個小時一黑 離到選舉 還在老婆 孩子 家庭 全部捲進去黑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要跟侯夫交換一下觀念 也跟觀眾朋友交換一個觀念 就是過去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用這種奧波 嘗過太多甜頭 享受過太多好處 他本來是應該拿到選票執政 中央到地方全部執政 他幫人民找到好日子 可是這太累了 而且要蹲馬步 做基本功 然後要很辛苦 他做不來 他採取第二條例 第二條例是什麼 政治泡麵 選舉一到 熱開水一沖 泡麵可以吃 直接抹黑就好了 最快 效果最大 把對手打得 這個完全全身是跟黑油漆圖的一樣 那我就贏了 現在民進黨就採取這個步驟 所以我們每次期待 這是一場乾淨的選舉 變成台灣人民 大家要張亮眼睛來看 2018年 民主政治搞了四五十年 到底台灣民主政治要走到哪一個方向 是繼續抹黑奧波 還是逼得我們 逼得我們善良人造反 我們也開始抹黑對手 所以如果你當選 你認為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我最大的意義就是 單純乾淨理念型的選舉 沒有大量的物質 沒有買票 沒有請客 沒有送禮 沒有仰賴過去那種 找條阿咖 綁條阿咖 那種放小話 照謠言 抹黑 通通被淘汰 對不起 通通丟到垃圾堆 理念型一樣可以打贏 我這場選舉所有的動員 只要韓國瑜到 只尊有一瓶礦泉水 否則我不去 大家說怎麼那麼硬 就是這麼硬 我覺得今年的選舉 真的很可貴的 就像這樣選人選得贏 台灣民主教科書一定會記上一筆 沒有錢 有理想 有理念 一樣可以打贏選戰 我覺得意義在這裡 侯夫 新北市民進黨本來覺得 他是對他來的重中之重 他覺得這次要得拿回來 如果拿回來他就贏了 所以他派出蘇智商來 蘇智商原來也不想來 結果民進黨這個 繳勁各種方式 繳勁腦子 把他動員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贏了 你覺得意義在什麼地方 剛剛國瑜兄講得很好 這個蛋糕實在是一個夢 但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吃得到 我們要用一個堅定的心 所以我這一次出來選舉到現在為止 我絕對不會口出惡言 我到今天還是講一句話 老縣長怎麼講怎麼對 我都心誠感恩 習胡曾經同今共識過 為台灣治安努力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 我就希望相信說 用一個乾淨的選舉 這乾淨的選舉 不是請客吃飯而已 最重要的 連口水戰都不要去打 你好好的把自己的理想 想法來告訴我們現在 更重要的 要騎你跟選民這一處 我知道我們用什麼心情 跟他們站在一塊 我覺得每天去打人家 罵人家 而且講那個有了沒有 是是非非的事情 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選贏了 我就證明這個事情 就看國瑜兄講 一瓶礦賢水 一個理念 一個單純的力量 一個正直的人 我們就不需要用歪波 那歪魔走到來了 我還是一招 我就跟他講說 以前我媽媽講 老師跟我講一句話 你就一生只好做好一件事 單純做這一件事 適合你好好騎 認真打拚 就你了 不要別人用什麼 垃圾招歪招 你都不要理他 那些都沒有用的 我要證明這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選舉 從我的這個時代開始 如果用這個正向的方式 去選舉 能夠選贏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改變台灣很多的 政治的思維跟想法 就像侯友宜兄的做法一樣 我們想法是一樣的 好 那麼 其實開始的時候 你那個聲勢還低 民調差很多的時候 其實侯友宜兄 他的民調就高了 所以說他要去扶選你 基本上 現在變成你們兩個 互相在全省這樣 拉抬候選的聲勢 我們看一下你們扶選的狀況 站在侯友宜背板前面 跟本人一起比賽拍照 有照片 有本人 雙倍加持 台中市議員候選人 由江啟成領軍 特別北上 找侯友宜拍宣傳 拉抬身世 選舉初期 侯友宜被稱為是藍營最大母雞 不過現在 越拼越有氣勢的人 換成了韓國瑜 韓國瑜到雲林幫忙 輔選 又到宜蘭幫林茲廟站台 兩個月前 全台跑透透的人 是侯友宜 現在變成了韓國瑜 不管如修宴 丁守中 韓國瑜 或是陳協勝 大家並肩走在一塊 只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目標方向 我們都是侯友宜 侯友宜 同學和朋友 兩元一南一北 北生炭 南菜飯的組合 成了國民黨這次選舉 關鍵的浮選大將 我們還自信連線 我在武聖廟跟韓國瑜連線 為我們的警察見識 為我們高雄市議員 李雅芬加油打氣 我們隨時可以站在一塊 侯友宜 韓國瑜 兩人氣勢 從個人蔓延到全台 實質選票幫助多少 還說不準 不過藍營候選人 都自信他們沾了韓國瑜 侯友宜的光 有人說韓國瑜 侯友宜 侯友宜 韓國瑜是國民黨 新一代的太陽 國民黨有什麼 一個太陽 兩個太陽 三個太陽 現在你們兩個 是新一代的太陽 那今天你們兩個 在這邊同框 那我覺得意義很大 也有人講說 如果韓國瑜跟侯友宜 都能夠順利當選 對國民黨一定會構成 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國民黨一定要改革 就是這樣的人能夠當選 跟國民黨以前傳統 想法不一樣一定要改革 國民黨的改革 會帶動民進黨的改革 所以整個台灣的政治情形 都會改革 你怎麼認為 會不會這樣 我一直接著 我沒有那麼偉大 我只不過一個警察 我不知道 郭宜兄的看法是什麼 他也許 現在也是一個賣菜的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台灣很多政治的一個思維 要去做改變 傳統的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老一派的那些做法 都要靠很多的關係 靠很多的人脈 然後才能夠在這個團體的組織 能夠往上走 我覺得是不要用這個方式 每一個人用自己的理想跟想法 向前走 我們才有機會 不管說我能夠改變多少 但起碼我可以把我自己做好 我自己一定可以把它做得好 因為我三十八年來 我就這樣主持了一個態度 我只認是非跟對錯 好好的打拚 為我們國家來打拚做事情 我一直覺得說 團結了台灣 團結了中華民國 才是我們生存的一個道路 就算是民進黨 就算是國民黨 他也是在黨派 也是在國家底下 國家也因為黨派 在想人 國家永遠在上面 所有人民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到 人民的感受 人民要的 我們就站在人民那一邊 人不要的 我們要替人民想辦法解決 我有一定用這個方式 做所有的台灣的政治 賴國瑜兄 我覺得國民黨 我個人感覺 我贏得高雄市長選舉 或者輸掉高雄市長選舉 國民黨都是要改 不改變是不行的 因為我當作市黨部主委以後 看看基層 看看黨部的動態 裡面的結構運作 不改是絕對不行的 我們講四個字 叫與時俱進 現在看國民黨基層的組織 像我六十歲的男人 晚上睡覺 尿尿比較多 遊記派起 國民黨的基層 現在比我腎臟還要虛 我要是舉這個例子 為什麼很多東西架空了 還有官僚體系習慣了 所以到了2018年 這個黨的路線 黨的論述 黨的方式 以及跟民眾如何契合 已經到了不改不行了 今天你不改 明天可能就要被淘汰 我又記得差不多一年之前 那個時候整個六都 二十二個縣市 國民黨其實還沒有再起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用國民黨 進入加護病房 來形容國民黨 也沒黨產了 也沒有忠心思想 也沒有凝聚力了 現在因為隨著民進黨執政 越來越差 中央執政不利 大家罵聲不斷 感覺國民黨起來了 可是很多人就說 大家討厭民進黨的執政 可是對你國民黨不抱希望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的論述要重新起來 要真的要 忠心還是以人才為本 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培養這一塊 我們是嚴重不足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已經到了非改不行 只能拜託民眾這一次 2018年 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因為民進黨執政真的不行 如果國民黨這次能夠贏 也可以讓民進黨改正 你執政不要荒腔走板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點 兩黨政治是台灣唯一要走的道路 當然有很多不是跟政黨有關 但是政黨政治是跑不掉這個問題的 好 國民黨有兩顆新的太陽起來了 侯友宜跟韓國瑜 南北呼應 所以對於藍俊來講 2018選舉世紀是大正的 但是選贏以後 怎麼樣能夠促成國民黨 以及民進黨的改革 甚至促成整個台灣政治 新的改革 就是大家期望的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好 那麼我們看侯友宜跟韓國瑜 北神探 他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所以剛剛問國民黨 侯副事長有說 他到現在只進過黨部一次這樣 我覺得也就是因為這樣 他民調才會高 事實上現在就是非典型政治人物 包括你也是非典型政治人物 就是說不是那種典型的 不只在台灣 其實你看柯文哲原 他也是非典型政治人物 甚至你看什麼川普 什麼菲律賓的杜特地 法國的總理等等 其實也都是 大家現在對傳統的政治 特別對傳統的政黨 其實像德國總理已經宣布 他不再擔任黨魁了 他做得很好 十三年但是選民 就是這種潮流是這樣 好 那麼所以是非典型政治人物 而且是市場出身的豬肉攤的後代 那狹義性格 而且很誠懇親切 有警戒的這個硬漢的形象 所以藍綠其實都喜歡 那韓國瑜也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是軍校出身的眷村子弟 性格很狹義 你說你這個鄉定胡衝 平易近人有草根的形象 那敢講話不做做 所以都有特色 其實而且都是非典型政治人物 一個我們先看新北 新北TVBS我們TVBS做的民調 在選前一個月 10月18號做的 你要選誰 如果今天要選舉 要選候裔的50%一半 蘇生上30% 沒決定的21% 那看各家的民調 最接近現在的是美利島 是25號到26號 美利島的電子報 44.4比上2.5 多了這個差不多將近22% 21.9% TVBS多20% 歐夢中史在10月初做的是 49.4比32.8 也多了17% 聯合報在9月時比較早了 早一個月48比20也多了24% 蘋果日報40比29也多了11% 所以各家民調看這個侯友宜 都遠遠的超過蘇貞昌 那TBS是因為覺得說 這是感覺民進黨綠營的人 有躲起來 民調做不出來 他躲起來 他不講 所以把這個人找出來 他盡量想用各種問題把它找出來 那所以沒有決定的 因為他先問就是說 不投票的就不要來了 問願意那天去投票 所以不投票已經排除掉了 願意投票裡面 還有21%說我還沒決定 那真的沒有決定嗎 他們就再問 再問 他就問出來了 沒有決定 他去會投 他會投 因為不投的已經不算在裡面了 會投的 沒有決定的 21%裡面 他們算14會投蘇貞昌 6%會投侯友宜 所以這樣加起來是56比44 你多12% 他們算得最緊的是這樣子 這個民調我認為 還算是可信度滿高的 那另外再問一個問題說 到底誰常罵對手了 認為蘇貞昌常罵對手是29.7 侯友宜會罵對手只有5% 所以基本上 像你剛剛講的 我每次看你 在電視上都是老縣長老縣長 你還蠻尊重老縣長 他是我的老長官 我們也曾經共識過 我也自然努力過 我也是抱著一個感恩的心情 因為大家曾經努力過 那更何況不管怎麼樣 他是我老長官 我們還是要吸這份情 那我也不會選舉 那我不知道 有時候人家講我這件事 不是這個事 那我也只能簡單講 就不是這樣 就不是這樣子 那你又叫我回去罵人家 我也沒有那個本事 我們沒那麼厲害 所以我就把我知道的 來告訴我們所有的選民 我也是覺得 我們還是用比較忠厚的心情 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他也不太在乎 老縣長講我什麼 他前兩天又在講我 早知道怎麼樣就不用我了 就這樣講 早知道你會選舉 當時就不用你了 早知道我說什麼 什麼財產不申報就不用我 我財產早就申報得很清楚 就在那邊 我一直覺得是這樣看一件事情 也許選舉他有他的立場 他有他的想法 那也有他的用的方式 我就很簡單 我就很尊敬老縣長 到現在的時候 我還是很尊敬他 選舉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過程 但這個過程我希望找回 我們還是正派選舉 不要老是謾罵 沒有意義 雖然謾罵的不見得 反應出來就會狀況好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還是用我自己的想法 很單純的想法 去做我該做的事情 老縣長我就尊重他 到現在我還是很尊重他 這兩天他講了很多 我還是很尊重他 我絕對不會讓我 從我的嘴巴去批評老縣長 因為我見面一些 但是對政見 我就有我自己的看法 對他講的不對的政見 我一定強烈表示一個態度 那是一個態度問題 那我一定很清楚 要告訴老實講 在哪一個地方 是不服為民意的 要站在民意這一邊 所以我希望下次 我們選舉還是用這個方式 認真努力 告訴選民就好 選民眼鏡是雪亮的 看得到了 所以我們說 深澳電廠原來 這是民進黨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其實我大概在幾個月前 我說到選前 最後民進黨會不蓋 我上次有講過 他果然不蓋 但是不蓋 並沒有因此拉抬了 蘇貞昌的民調 為什麼 照理講聲勢應該拉抬起來 才對 因為政治不可以算計 政治一切要以民眾的 這種所想的為導向 那明明就是 南美電廠是不對的 這重大公共民生議題 你怎麼用官場去換他 你連環團團體 所有的公信力都 一夕之間都崩盤了 人家也不會諒解 所以十一月三號 環團又走上街頭 因為他們整個公信力被摧毀了 所以其實維持結束 政治只要用個單純的心 不要老是算來算去 算了不會是你的 然然沒天啊 不對 你就改了就好了 那你幹嘛又用官場去換來換去 其實這才是他們最大的一個 失策的地方 我覺得太多的算計不好 選民看得出來 選民馬上看出來 你就算計 你就一個政治的算計 一個轉換方式 就像有時候現在 現在老師拿出來說 我用補貼的方式 我又花多少錢 可以幫你換假牙 我可以花多少錢 給你這個垃圾帶 費用降低 我覺得其實現在選民 對這一套不會買單 因為你花的都是在留子生 年輕人一定不喜歡 那一個老套的招數 不要用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談的是一個理念 一個想法 你怎麼樣整體性去做好這件事情 讓大家能夠接受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用整個 世界潮流的趨勢去選舉 那環境到哪裡 我們的整個潮流走到哪裡 我們要用這個方式去做 不是說用錢拿出來 難怪我們的負債一直再增加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選舉 我覺得說 我們好好的去談一個政見 好好的來跟新聞報告就好 國瑜怎麼看新北的這個 侯副市長的選情 跟看他的選舉的方法 還有對手 蘇貞昌這樣罵他 我覺得侯副市長非常重倫理 他把人跟事分開了 就是人 我的對準是我老長官 我還是保持應有的禮貌 不批判 四方面我非常堅持 因為我侯副市長要對四百萬新北市民交代 所以他講的是大概主要目的這樣 而且我也認為 這也是新的 嶄新的台灣民主政治要走的一條路 我一直強調這一次選舉的價值在哪裡 過去的方式 我們早都開炮了 你罵我一句我罵你一句 你踢我一腳我咬你一口 都是這樣子 結果老百姓看得又厭煩 又討厭又無力 所以我們時常講一句話 最後兩個爛蘋果去選 你看我們老百姓沒到最後 兩個都爛 那選一個比較不爛的 那如果我們像侯友宜市長這種想法 兩個都變好蘋果 選一個更好的 這不是也是一種選擇嗎 所以我覺得主要侯友宜市長 他所提的一個理念應該在這裡 那你一直很擔心說民調高不等於選票 你是真的擔心還是只是這樣講講這樣 沒有我真擔心 真的很擔心非常擔心 四年前 三方兄你也看過 知識黨的民調 贏尤錫坤贏二十幾趴 選前一個月就開出來 大概贏一趴多一點點 差一點就翻船了 因為選民沒有動力 從家裡走出來投贏他一票 你沒有足夠的動力讓他走出來 他可以在電話裡 說我支持你 但人家不願走出來 他沒有熱情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選民有熱情 也願意走出家門 幫你投這一票 其實這是最關鍵的 所以我都希望支持侯友宜的人 在這個關鍵時刻 侯友會更認真更努力 也希望大家有借你說 你問問問問問慘了 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你應該拜託大家 侯友無主 給侯友一個機會 就是幫我拉票催票 站出來投票 這是我最擔心的 所以這次選舉也很特別 民調低的也很緊張 民調高的也很緊張 民調低的覺得民調怎麼低 民調高的覺得 萬一只是紙上富貴 只是紙上高怎麼辦 所以到底怎麼辦 怎麼讓選民真的出來投票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我們剛剛看完了 新北市的選情 我們現在看高雄 高雄選情 韓國瑜原來是落後很多的 一路往上追 現在形成PK之勢 就差不多 所以大家會問 韓國瑜會不會贏 會不會贏 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這問題其實也蠻難答覆的 有可能贏也有可能不贏 因為他民調現在就是很焦灼 不過韓國瑜的聲勢 從南往北流竄 我們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市長參選人韓國瑜 要不是宣傳車貼著北市議員陳崇文 聽到韓國瑜的聲音 還以為來到高雄 但陳崇文要宣傳 怎麼不找台北的丁守中 而是找高雄的韓國瑜 陳崇文在9月時找韓國瑜幫忙錄音 當時還沒有想到一個月他會變這麼紅 搶搭韓流熱潮的議員還不止一位 鏡頭前短暫和戴錫青同框 韓國瑜趕快把中聯講完 因為他現在人氣真的很旺 別說找人來幫忙掃接 就連這支影片都是抓錄影空囊拍的 議員候選人鍾佩軍也將掛和韓國瑜的海報 提醒北漂青年回家投票 這還是民眾主動要求他掛的 飛向過河 台北市議員都找你同框 為什麼 他一定是在思考有沒有票房有幫助 他一個議員的候選人這樣 但是我不是這樣想 我的想法是水能載舟也能復舟 像那民意的浪潮都過來 這麼多民眾擠過來 全海內外都在看高雄 他們一定在想 如果有機會干高雄市長 你會不會做得老虧 這些民眾我的想法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鳳山那個場子 那個人多的會嚇人 這些民眾期待的是什麼 我們當時要先思考這個 他們真的是希望改變 然後他們把他們內心 酸苦 這兩年 整個台灣變成這樣子的狀態 他有一個宣洩口 我沒有那麼厲害 我變成一個宣洩口 讓他投過來 所以我這個時候 一定要謹慎借據 要非常小心 而且 真的在選舉的過程 如果選上高雄市市長 要怎麼樣做的 滿足這些民眾的期待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嚴肅的挑戰 那麼 就這些人找你同框 當你有票或是有聲勢 那到處找你 會不會體力複合得了 現在體力複合 現在就是難就難 去外縣市 就是高雄本地的孫子 老往外跑 不去外縣市 現在穿了 嚇壞喔 他只有兩難 但我們是盡可能 現在也沒辦法 吹一口頭髮 三百六千個生母空出來 就盡有可能有限的時間 做最大的運用 就是如此了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的時候 六月你去拉抬他 對不對 所以我說國宜兄了不起 六月一號我下去 六月一號 我下去 下車的時候 我想說國宜蠻辛苦的 一個人 吃一碗滷肉飯 我還陪他去吃乳肉飯 行丹飲制 那他說 孤軍奮鬥 兄弟我們到關公廟拜拜 拜完的時候 我們就到蔡市場拜票 蔡市場拜票 他們問我 何友宜 你自己要來選高雄市長 你來幹嘛 我說沒有啦 陪韓國瑜選高雄市市長 國瑜是誰 我說這個 那時候還不熟 那個時候 爆發力很強 不然爆發力很強 我覺得他本事很大 勇氣實質 堅韌不拔 我真的很敬佩 我所有高雄的親戚朋友 包括我認識的這些 有頭有臉的人 每一個人都翻了 這次要搗韓國瑜 沒有搗他絕對不行 高雄不拔一個不行 聽了 我都覺得很感動 我說為什麼要支持他 他給高雄帶來不一樣的感覺 那只是一個氛圍 其實你們兩個 都可以寫入教科書 勵志的故事 真的 你從平家出身的 能夠今天 幹到警政署長 幹到桃園縣 新北市的副市長 現在選市長 你也是眷村子弟 從小家裡也不會富裕 眷村 又放牛班 一路上來 所以我的意思說 真的是對很多年輕人來講 是這個勵志的一個鼓勵 他們覺得說 有為者一弱勢 好好努力 也可以有今天 我們看TVS給你們做的民調 這個國瑜兄 42%比35% 其實在兩個月以前 是39比35你輸4% 輸成其慢 在四個月之前 是40比35你輸8% 但是到了10月16號翻轉 42比35你多了7% 但是我講 我們再看 各家的民調 台灣競爭力 這個最新的民調 32.7比上39 你也多了差不多6.3% TBS42比35你多了7% 聯合報在9月的時候 你還輸32比34 蘋果日報在9月的時候 你也輸31.2比31.8 不過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ET Today是36比31 你少了這個5.7% 在8月 所以你看8月9月10月 一路往上走 你就越來越近 甚至超越了 但是我們也講說 高雄很多綠的躲起來 他現在問他不講 所以未決定的21%裡面 有14%會投陳其邁 有7%會投你 加在一起 49比49 這個很接近 所以為什麼大家對高雄 特別有興趣的人也在這裡 49比49到底是會怎麼樣 一定很多人問你 你到底會不會贏 我現在問你 你覺得你自己會不會贏 我現在還是認為五五波 就是我的狀態跟陳其邁不太一樣 我要贏可能有機會小贏 我不可能大贏 因為綠大於藍 但陳其邁有可能大贏 贏很多 也有可能小贏 也有可能小輸 但陳其邁絕對不可能大輸 他這個是有一點差距 因為在高雄市這個政治的土壤是如此 可是我們說實在的 我住在雲林縣 住那麼多年 我現在到高雄去選這個選舉 在這幾個月之內獲得49比49 這裡面帶來的意義是 民進黨要深刻檢討的 那韓國瑜算什麼 一個賣財 有什麼了不起 當然我講了一些話感動了人心 但是我沒有這麼厲害 顯然執政不利 中央執政不利 地方執政不利 這才是最關鍵的 而且民進黨一直不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反而始終回過來 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部署 這都是不對的 他要深刻檢討 高雄人民要什麼 台灣人民要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你說高雄人民要什麼 要賺錢 太窮了 我在高雄看到這麼多行業 沒有一個行業對未來抱著希望 軍工教 光光 農民 漁民 勞工 中小企業 房地產開發 自由業 包括計程車 攤商 每一個行業都很擔心 像今年觀光客 暑假又比去年減少百分三十 今年農產品與產品賣不出去 我們講魷魚 我講十四萬噸 台灣人只能吃四萬噸 十萬噸要外銷訂單 沒訂單 十萬噸的魷魚放到冰箱 賣不出去 像這些就是各行各業都過得非常辛苦 這才是我民調會高的原因 而不是我在選舉的技巧 好像戴一頂假髮 把他當一個表演一樣 民進黨很喜歡這樣扣我的帽子 韓國瑜選舉都不震驚 把他當個馬戲團在那邊耍 好像說單口相聲 這都是小兒科 重點是人民在想什麼他們忘了 我覺得這民進黨犯的最大錯誤在這裡 高雄很可惜 很可惜 原來那麼好一個地方 工業那麼發達 港口在全世界排名第三 85大樓蓋起來的時候 85大樓多麼氣派一個大樓 還沒有10 現在你看裡面變得多麻煩 我為什麼到85大樓 因為當時我們曾經想去看電台的發射 因為高 電台發射 所以我爬到85大樓最上面去看過 那個時候剛蓋好 85大樓多神器 現在變成怎樣 所以想想真的很可惜 鳳山那場 你們要辦三三活動 鳳山那場 之前我曾經問你說會多少 你說大概2萬 就來了5萬 怎麼會差這麼多人 而且很多人現場眼淚都掉下來 你自己也快掉下來 我自己是有一點激動 我想那麼多民眾 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而且一直一路被人家唱衰 一直講 你自空就沒有陸軍 對 一下子那麼多 而且很多都自動自發來 少部分是遊覽車根本進不來 就回頭了 都是自動自發 那個人海已經淹沒了 在高雄幾十年來沒有這個場 尤其是國民黨 沒有這種場面 大家是自動自發 吶喊 所以有一些 高雄真的是明星事變 今年的選舉 為什麼戲劇張力這麼大 本來是以為一場黑白電影 愛情文藝就結束了 現在變彩色了 警匪槍戰 整個張力到了極限 大家眼睛都在看 包括高雄人打招呼 現在手上第一句話不是找 是你看韓國瑜幹不掉嗎 大家都在問 大家都在問 他現在變這樣 所以他已經變全民運動 唐蕭農到華盛頓去演講 僑胞問題也是 因為太接近了 太接近了 所以誰都沒有把他料到 到底怎麼樣 尤其兄你怎麼看高雄 高雄跟蔡佳說 我為什麼不去過 是在中央之政什麼 其實這才是一個契機 他把高雄 對中央主政那個宴區 整個讓他有一個疏口 這個疏口他們寄望在韓國瑜身上 他們覺得國瑜給他們帶來新的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思維 而且很直接 而且我又看他 直接很草甘心 可以跟他們高雄那些鄉親拔鬧 南部人就喜歡這種開口 南部人不在意你講 不囉嗦 不囉嗦 他過去跟他摸咧 跟他叫咧 像我們那天去 我們兩個叫 吃滷肉不走 人家就喜歡這個味道 南部人那個 重情重義的感覺就來了 所以南部人就覺得 雖然你來沒多久 我認同你 你再帶來給我們示範 中央做得這麼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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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換國瑜來做 所以大家拚 其實那是一種氛圍的轉換 他自己努力外 中央主政不好也是一個因素 所以其實 他不是靠什麼馬戲團做羞 那只是一個親和力 讓人家知道國瑜是很親和力的人 其實他跟一般的市民都一樣 真的賣菜 這個菜真的賣得很好 讓大家都能夠接地去 完全接地去 所以高雄人對他寄好 這有點天時地利人和 怎麼會角度看是這樣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天時地利 好 那麼北友宜 南國瑜 說是北神探 南菜飯 南部的報紙說民進黨會被高雄人打敗 並不是說被韓國瑜打敗 是被高雄人打敗 真的是這樣嗎 對 是這樣 如果這場選舉我贏 一定是高雄人把民進黨打敗 這個是民進黨 原來不是他認為說高雄是鐵板一塊 高雄現在從黑派開始 民進黨執政33年 高雄是也二十幾年 已經根深蒂固了 怎麼會有你的空間 問題講這個話是 民進黨第一炮手 不是一般人 他幾十年來都是民進黨黨員 幫民進黨輔選上宣傳車 第一號炮手 叫張志明 他講的 他這個邏輯很正確 而且他自己講他只有小學畢業 他學歷不高 他幾十年幫民進黨輔選 他自己觀察三教九流 地方的氛圍 他的結論 這句話結論很重要 如果這次民進黨在高雄輸 不是輸給韓國瑜 是輸給高雄人 為什麼這樣 高雄人打敗 我們決定要教訓你民進黨 因為你實證不行 我們受不了了 我們要把票投給韓國瑜 我覺得他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其實都是被選民 輸的都是被選民打敗 對不對 不管哪個地方其實也都是這樣 我們剛剛提到鳳山造勢晚會 說湧入五萬人 那你所感動的想哭 那現場一度還風橋管制 那你這是三山 接下來還有齊山跟鋼山 對不對 你以後會怎樣 我認為因為他那個交通過了晚上八點半 沒有公共運輸車回到市區 所以必須要自備交通工具 麻煩一點 還少部分可能他們遊覽車會過來 而且那個情況它不像鳳山有捷運 這麼方便 但是應該還是會有很多人 因為大家已經燃起了那種熱情 好 那麼陳其邁之先也造了一個事 人也不少 我們看了人也不少 那你的造勢人可能更多 那他們講說 原來講你沒有陸軍 說民進黨只有陸軍 你只有空軍 這跟以前講話不同 以前認為民進黨是空軍 國民黨是陸軍 現在倒過來了 你怎麼看他的造勢場合 最關鍵要看眼神接觸 所有的造勢人多人少是一回事 這個坐在那邊的民眾 跟候選人之間有沒有眼神接觸 你說被動員來了 阿公 阿嬤 扁東吃了 來 趕快走 不是被動員 自發型 他是非常熱切的 他的眼睛是盯著候選人的 所以眼神的接觸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然後看他的肢體動作 我從來不唱衰果的對手 你再厲害 有十萬二十萬一百萬 是你的本事 我們這邊的人 眼神接觸非常熱切 而且很多人掉眼淚 很多人期待改變 這是我的場子的狀態 他們的場子 他們是自己做評論 我不評論 好 那就是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不少所謂的倒戈 民進黨的資深黨員倒戈 譬如說白派到老蕭漢俊 高雄市農會理事長 大家認為他蠻有代表性的 他有代表性 另外18年民進黨資深黨員 叫潘金英 然後10月16號 翁信弘還有鳥松區里長聯會會的主席 陳清茂十多個民進黨黨員 10月19號 22年資深黨員民進黨 叫張明志 就是他 就他講的 第一炮手 然後10月20號的 18年民進黨齡的郭長喜 郭長的寶劍全部是清敏劍 就是他磨的 磨劍 他是寶劍師傅 10月25號民進黨29年黨員 這個黑派客機到了 羅兆宏也出來了 這麼多人一個一個跳出來 他們承擔很大的壓力 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承擔很大壓力 他們一個一個跳出來 為什麼會跳出來支持 像很多他孩子在北漂 回不了家鄉 像這個潘金英 他是小英之友會 強力動員婦女會來支持蔡英文 而且出錢出力 你像這個郭大師 一直都是非常棒 而且國家欣賞獎的得主 很棒的工匠 他看不下去這個經濟發展 你知道這個張明志 他幫民進黨複選將近40年了 40年 而且每一次選你拿麥克風 他的孩子全部北漂了 他才發現 我們把他喚醒了 北漂的議題 他們開始去思考 我不是講把 五指山那個咒把它拔掉了嗎 他們開始去思考 為什麼給民進黨執政 20年到30年 我們高雄會變這樣 邵康兄你剛剛講那個 高雄是全台灣最有發展潛力的城市 他有四個新加坡大 他有十個台北市大 而且他有山有海 有完整工業 有完整漁業漁業 有這麼棒的港口 他現在變成全台灣最窮 這些人喚醒了 你像這個羅 羅兆宏他是余晨月英最好的朋友 當高雄現現議員 30年民進黨黨員 又是幹過現議員 跳出來 他受不了 他也受不了 這些人是真正愛高雄的 當年他們討厭國民黨 甚至想要打倒國民黨 是因為他們愛高雄 愛台灣 然後把民進黨趕掉了 把國民黨趕下台 民進黨執政 結果你現在執政成這個樣子 你叫他們情何以堪 所以他們這次覺醒 其實這只是冰山一角 下面我們接觸更多 有的不願意扶上檯面 更多更多 為什麼 受不了 對啦 誰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跑 本來呢 往大城市 或是往好的地方 收入更多地方 本來很正常 可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高雄不能變成這樣 為什麼要往其他地方跑 可是40年前是人家往高雄飄 那個時候很多 你教他們 佩奧 台南 是往高雄飄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今天高雄開始往外飄 就你講 人往高處走 好 那麼講三三 三三到底有多重要 為什麼說要決戰三三區 因為它是蛋白區 蛋黃區 大概我個人的情況非常好 我會輸在蛋白區 就是屬於原高雄縣 也就是民進黨長期執政33年的地方 所以才會有鳳山 鋼山 齊山 全部是原高雄縣 在這裡最薄弱的環節去補強它 然後那裡的農民 漁民特別多 因為我是唯一候選人 跟農民漁民有直接交情的 有感情的 所以在這三三動員 主要著眼點就在這裡 我在想說人生很難講 我剛剛在想 你當時當果菜公司總經理 有沒有想到說 果菜公司這個精力 這個智力 居然對以後選高雄市長 有這麼大的幫助 那就像我們侯友宜市長 副市長一樣 他去幹警察學校校長 他也沒想到 一定會選舉 人生他一點一點 人生真的很難講 警察學校長 你根本沒想到 沒有 我八年前在警大當校長 他怎麼會想到今天要選 我怎麼想到我今天會選舉 我還最不喜歡選舉 怎麼會跳下來選舉 所以我覺得人生這個就是 人在公門好休息 我覺得這樣 做一件事把它做好最重要 你做好 真的很巧 當年賣菜賣水果 怎麼會想到高雄 沒有人會想到 明天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主要好好把今天事情做好 我們看這個山山 岡山 陳菊2014年選舉 拿了34446票 65.13票 楊清新拿了17934票 33 他拿到幾乎是一倍 然後齊山 陳菊拿了15718票 楊清新5702票 他差不多三倍 72比26 然後這個鳳山 就你舉辦 11萬比上6萬 差不多一倍 64比34 所以這個33 如果照以前的比例來看 民進黨拿的是很高 而且楊清新 原來還是民進黨人 是不是 而且他幹過沈議員 幹過沈議員 幹過立法委員 幹過高雄縣長 然後一拿 只有一半不到 所以這個選舉一開始 就穿衣服 陳清邁 一被提名就穿XL號 我被國民黨一提名 只穿X號 剛開始立足點就很辛苦 很辛苦 當時大家都以為說 民進黨初選很激烈 那時候也是他們自己裡面 這個競爭很厲害 當時就講說 為什麼激烈 因為提名的誰 誰就當選 對西瓜就算了 台南高雄都是這樣 我想民進黨 沒想到選的 選到現在選了這麼辛苦 沒有他沒有算到 老百姓清醒了 這一點最重要 人民清醒了 陳徐說他們警覺性太低了 網路聲量不如你 警覺性太低了 你覺得是因為警覺性太低了 警覺性高又怎樣了 跟警覺性高跟低沒有關係 一場大雨地上五千個洞 大的洞放兩部遊覽車 前兩天我去岡山 到現在還沒修好 一路上還在一個洞一個洞 為什麼 為什麼 這跟警覺性高 警覺性低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這執政的品質有問題 所以這個對高雄人 信心打擊太大 這邊說你拋職 要拉攏北漂族 那麼北漂族的情況 我們看一下 韓國瑜 韓國瑜現身 現場民眾熱烈簇擁 擠了超過百位民眾 就是為了一睹韓國瑜風殘 韓國瑜在台北東區 跟北漂青年座談 開場先跟大家擲鋼琴 我猜猜看好 你們最頭痛的問題 第一個是不是房租 房租讓你們壓得喘不過起來 對不對 應該是房租吧 一開口就搓到痛點 台下年輕人紛紛點頭很有感 畢竟這些北漂青年都期待 有一天可以回家鄉打拼 北漂這些年輕人 就是說昨天集滿了在等你 那到底他們對你傳達什麼 你要帶給他們什麼 他們也質疑我 他們怎麼質疑 他們也覺得政治人物 時常騙他們年輕人 也會打一個問號 你到底有沒有真本事 那我們講出來 大家藉著彼此面對面的交換意見 他們心中很多疑點 能夠幫他解答我就解 做得到我就跟他們講 我要怎麼做 做不到的 像交通政策 我現在還不了解整個通盤狀況 我不敢隨便承諾 能做得到的 或者我想怎麼做 我就告訴他們 那年輕人要什麼 要真誠 要坦白 年輕人不喜歡跟你啰哩啰嗦的 能做到多少我就告訴 我覺得整個台灣以後 大家氣氛相當不錯 少部分還是存疑 可能他們天生到這個年紀 看到政治人物 他就是打問號 我覺得誰去都是一樣 不過當然現在看起來 不管新北還有高雄 要自求多福 因為中央不是你們執政 所以怎麼樣在地方 其實我們看到美國 比如說拉郭台銘去 地方政府就可以了 給很大的優惠 我剛剛看到一個新的消息 第三季的GDP降到2.28% 消費力又往下降 所以各位就算當選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你地方要靠自己地方的努力 把經濟撐起來 好 這個照片我們看到 是當年這個陳進新 這是不是陳進新 是嗎 陳進新的照片 這是你 對 這是我 這是你 三十八歲 你是三十八歲 當時陳進新闖入南非五官 當時我們在看電視直轉播 很緊張 那那個時候 你到裡面去談判 你真的不怕 到時候進來把你幹掉了 你那個時候抱了什麼樣的心情 其實是這樣子 我這一輩子 這場戰役是 我十八年 當了一個基層刑警的 一場戰役而已 七十八年之前 我們大概每天 槍著叉著 天天帶了兩三個兄弟 就幹了 因為我負責的就是重大刑案 要麼是死刑外 無期徒刑 都死到要犯 上去就是要抓 他一定跟你拚命 那時候沒有SNG車 新聞報導都一點點 然後就抓到一個要犯 然後就抓到那個槍擊犯 不知道這個過程 沒有人這麼辛苦 尤其那時候沒有黃旦衣 後來有黃旦衣 黃旦衣效果很爛 刑警不可以穿黃旦衣 刑警怎麼穿黃旦衣 不是 刑警變衣 要變衣 黃旦衣那麼大一個 一看就知道你是刑警 那我們起碼偽裝一下 你穿個黃旦衣 人家看你就會刑警 我覺得說藍色的很厚 很厚 你根本穿不上去 我就想過一件事 國家養我長大的 我一個鄉下小孩子來到台北 身上幾乎沒有帶錢來 難道是國家給我 官校給我練四年 那我四年還有零用金 雖然很少五十塊 五十塊 但是五十元也不錯 帶一個零用金 我這份情 我都很珍惜這份情 沒有他養我 沒有今天 陳金鑫事件 因為剛好有SNG車 那時候開始有SNG車 所以他有直接播放 其實之前已經很多危險的 之前 槍老師被搶回來 這搏鬥槍被搶回來 就開回來 射擊回來好多次 槍被搶 人家馬上射擊回來 打你 打我 那你怎麼辦 再把他搶回來 就搶回來 因為塞在地下 靠手靠 經常碰到這種事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習慣打仗 火友宜 在地下的時間 站在地下 你也不能請市長官 你請市長官 我們大家討論 怎麼研究 怎麼去救人 人死了 人死了 槍戰人質受到受傷 那很快 不到半個小時 大量的時間就走了 那你也不能叫 你進去 自己當兄弟了 怎麼叫兄弟自己去賣命 這個時候你沒什麼選擇 自己去 就是你自己要進去幹 你如果不進去幹 這個事情就死 完了 任路就結束了 你以後一輩子 你就不要再幹了 我們這一個工作 沒有讓你選擇離地 就是要進去 今天有沒有會被打死 一半一半 大家認面 但是我一直心裡想一件事 其實我是很感恩的一個人 國家給我栽培這麼長大 我也看過我們同仁走的時候 都是我去拿國旗 叫我給他建屬 要不給他蓋國旗 那有時候心裡想 我們打那麼多人的仗 有一天我們會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可能性很高 但是我覺得說 我每天就這樣升旗 升旗唱國歌 那每天我心裡想說 台灣這麼一點點大 國家做這麼一個小 那我們好好的為國家做一點事 那我相信我也不會 老天爺會疼我 就算被打了 我也心甘如願 因為我還給人家 是媽媽養我們長大 所以其實我進去 有沒有害怕 沒有想那麼多 該進去做我就不客氣 結果這次選舉 其實我很不想選舉 打死我都不想選舉 之前我看 你一直很猶疑 我真的很不想選舉 因為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 導致講扯通扯西 扯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情出來 而且不是這樣講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有設心裡很煙霧說 幹嘛選舉 但是我發現 在整個中央執政很不好的狀況 國家一直因為鬥爭對立 撕裂的醜聞慢慢往下走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站出來 做一個改變大家不一樣的政治思維 找一個不是要用政治的手段去算計人民 或用政治的手段去操容什麼事情 人民要的我就幫人民拚命 就這樣子 就像我當警察一樣 就用這種態度 所以這一張照片 就是那時候最後結束的時候 把它帶出來做話 中央執政越爛 地方執政越重要 當然 這很重要 除了這張 我們還有這張也是很可 很難得 你當時爆了一個小baby出來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很感動 這張下面覺得說 把一個小baby爆出來 九死一生冒著這麼危險 這是南非五官的他的小孩 小孩我今天講一個秘密 我從來沒有講過的秘密 我也不知道秘密 後來十三年以後才知道的秘密 我因為那個是南非五官的小孩 我跟你想法一樣 金頭髮 因為我爆了以後 我就交給那個南非五官的 就帶著了 因為那時候南非五官腳受傷 他那個女兒下體被打成一個重傷 其實最危險是當天那個晚上 我進去把那兩個人扛出來 不然那天兩個一定死在裡面 我把他扛出來 這是隔一天的中午 陳靜新要求帶張素貞 他的老婆進去換這個小孩 因為本來我在前天晚上說 這個小孩給我抱回來 他不行 找張素貞出來換 要換他老婆 所以我在隔一天中午 請堅守放了張素貞 再進去換他 把他抱出來我就抱給 南非五官就抱走了 我就從此沒有見妹 從此沒有見妹 很妙很妙 後來我就到 一直在做警察界這條路 我也沒有問過這個事情 直到我到警大當校場 十三年以後 有一個外國人打個電話給我 他說當年你抱著小孩子 要來看你 他已經十三歲了 我說好啊 那就來見見妹 我想說他大概是金頭髮的 金頭髮的吧 這外國人吧 我一看我自己嚇了一跳 我一看是黑頭髮的 我今天有特別發動 這不是金頭髮 這張照片傳來沒有曝光光 就是這張照片 上看看 這麼大了 這麼大了 長得好可愛 是台灣人 他靈養的 他靈養的 現在被帶到美國去了 十三歲以後他來了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講國語 不會啦 會講英文嗎 沒有辦法 那我就這樣好了 你去當美國警察好了 我順你一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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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沒有講過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小孩子是台灣人 這是小孩子台灣人 所以我今天就覺得說 你看長得肥嘟嘟的 蠻可愛的 那我也想說 反正辦任辦那麼多年 這就是一個過程 這也是有應進的責任 沒什麼了 所以人家常常講說 人在公盟好修行 不管是當市長也好 不管當警察也好 其實很多機會 其實可以做很多善事 我們續續再講回來 人在公盟 這就是一個人 你會不會做的 那是有些人 還有一個人 進去吃 人員 都很喜歡